再補充多一點選情 希拉里一直看到支持的人都是一些 他很集中在民主黨最強的州份,例如紐約州、加州那些 那類型人才會支持希拉里 他根本是拿不到那些藍領的票 但拜登本身就是,他一直都有藍領的支持 所以他真的完全是一個不同的對手 還有你說四年前可能民調是出錯 但是這四年來民調都完全沒有預計過這件事 是否正式做回同樣的估算去 我想特朗普當時所謂的一些驚喜因素 今年選舉的時候 我相信很多民調都會有這方面的調整 不會蠢得那麼交關吧 繼續四年,四年之後又再錯一次 我覺得這個機會應該是 不過今次選舉的核心呢 始終疫情和疫情 現在的確診人數在美國就大約二百多萬 死亡人數就大約十多萬 特朗普當然想掌握著這次的選舉 是關於歸咎這次的疫情 影響到美國經濟和美國人民的性命 是因為中國 所以特朗普的陣營 給人的感覺就是要對付中國 拜登似乎都是比較親 又不會說親 對中國比較友善一點 不是走路去好像特朗普那樣的事情 今次的選舉能否帶動得到這個議題 令到美國人真的要靠邊站 即使你要對付中國 還是要繼續跟中國合作 這個議題能否帶動得到呢? 如果你看回美國的媒體 我相信... 即是可能你看Fox News那些 可能會跟特朗普這個調子會比較多 但如果你看回主流的其他的媒體 我又不覺得這個所謂China issue 是真的很... 即是去到這麼兩極化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掌握到它最主要的議題 這個我有點判斷了 即是可能在我們這一邊 就覺得這件事是影響我們很大 所以我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但是... 始終去到選舉的時候 就會多很多它本地的事情 例如槍下管制 例如那些... 墮不墮胎、合法化 例如LGBT的issue 最近Supreme Court也判斷了說 這個LGBT 那些對工作保障的事情是有效的 很多這些問題到時候會繼續說出來 我又不相信到時候會是一個... 整個辯論、所有政策都是圍繞著中國這件事 我暫時都不太相信 好啊... 那... 所以... 今次這整個政策來說的話 其實它就... 就是想表現強勢領導 但是我覺得... 似乎就... 在我的觀察就應該是失分 就多於得分 而另一方面的話,Joe Biden,因為他跟奧巴馬拍檔做了兩次的兩任,副總統 但是在黑人的社會來說,對他是有些加分的,所以這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開展 還有你說打中國牌,最近John Bolton 出的那本書裡面爆其中一件事,說他看到習近平的時候叫習近平幫他拉橋那件事,我覺得都有點影響 雖然他好像表現到自己很針對中國,但不是說民主黨人這樣來攻擊他 而是John Bolton 的大右派也是這樣出書爆他,我覺得對他有些傷害 來過選舉的時間,還有少許時間,現在中美的問題每一天都不同 都要看看,還有近年那個戰爭,接近可以發動一個戰爭的感覺似乎是大過之前幾年很多的 就是中印、南海等等都有機會擦槍首貨,這個可能性是有的 尤其是如果有選舉的話,其實都要看清楚一點 選舉的問題我們先講到這裡,之後再有新聞我們再更新大家 市場我都想說一點點,因為之前有網友說叫我們不要說得那麼氣,就這樣說幾句就算 除了這個股市是沒有特別好,除了星期一早上有消息 其實之前雷種年頭叫我們買的金,不知不覺,北京不覺地都升了很多 現在我看到一個1769,都是近這幾年的高位,創新高 所以當然升幅不是很誇張,但也是有一個升幅在 繼續升還是怎樣?雷種,你開始禁制沽沒有? 哈哈哈哈哈哈 我完全沒有好處,我先離身,離身是我沒有你 我是申報我沒有獲利 你是不是租了一層工廠大廈擺實金? 哈哈哈哈 你自製一個EF的嘛 哈哈哈哈 其實金我都說,今年來說 其實我由年頭那時候說,其實我的目標是1800 其實都...都...都...我接近了 都...我接近了 但是我覺得有趣的地方就是,金價是這麼升 但是...你看到股市又...又節節上升 那...到底...為什麼金價上升呢? 其實也有趣 就是說,OK... Inflation...就是以前的人說金就... 就是...去對沖那個通脹 現在的人都不... 就是有段時間都沒想到有通脹 那...為什麼黃金也是這麼升呢? 那...我唯一只可以想到就是... 雖然股市是這麼升 但是其實仍然有一部份人呢 是不太bite這次那個... 那個股市的...的...的...的升浪 或者那個...或者不是很bite股市的... 的...上升的那個...那個...那個...那個健康性 就是那個安全性 那...所以都... 那...所以...都... 那...都是兩手準備啦 那...那...那... 那...就是一手股票,一手...一手...一手...金 那...那...所以... 那...所以... 那...都有這個情況 就是我身邊我聽到的一些... 那...不同的人士來說的話 都...都... 對金也仍然有一個偏好 所以你說金界還有多少水位上 老實說,我真的不覺得有很多水位上 但是不排除目標有機會會升穿目標 但是穿了之後,是不是一直繼續拿著呢? 因為你知道,這個世界很有趣 有些是叫不死的金甲蟲 那些是堅信世界會末日的 堅信世界所有紙幣鈔票都是騙案 所以我絕對不是那些 我只可以說,老實說是看路 老實說是 那不是,我今天也看到有一個份量 有一定份量,Steven Roche 他又不是金甲蟲的 不過他就說,他覺得在短期內有機會貶值35% 不知道 不過呢,說到Steven Roche 因為他真的叫做 雖然仍然有個名氣 但其實已經是過氣了 就是他最光輝的時候 就差不多是我 就是還穿著這個開浪褲 剛剛入行沒多久的時候 你想想,我入行也二十幾年了 所以其實他真的叫做一個過氣的投資 guru 他以前呢 他以前說話,他寫的東西 沒有那麼… 就是… 哇,完全是離天萬丈 現在我覺得他講話是真的 好像很誇張 我不知道是開始 就是覺得沒什麼人肯聽他說話 所以他一定要說些話出來 是嚇死你為止 才叫做 catch 到有些人的一個注意力 還是怎樣呢 所以我又覺得 就是… 就是… 有點而不可信 因為始終… 那他以前還在摩根史丹利裡面 那你說話 有著這個金七招牌 當然是多人跟你說 現在你是平摩根史丹利的一個economist 可能吸引力是會小很多的 是啊 我不是對美元有一個特別偏好 只不過我很單純地 我經常都說 其實貨幣市場呢 就是一個選美會 那你OK 就是不是說美金特別漂亮 就是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其他貨幣比他漂亮 就是好像你選了一個環球 你可能覺得他不是特別漂亮 不過問題就是你沒有其他漂亮的 就是今屆來講的話 那問題就是 你美金跌35% 那你真的有其他貨幣要升35% 那你覺得有什麼貨幣是可以有這個35%的升值空間 我們經常都說 DXY裡面最大權重的就是歐羅 歐羅 歐羅升35% 是嗎? Yen升35% 就是 就是 這些貨幣如果不動的話 美金又如何升 何來DXY? 對 老實說我就是一個這麼簡單 我覺得 譬如說 不是 他說到美國的經濟威了幾十年 你總會有這個DXY? 我也知道 老實說是 這個世界 每一個國家是可以 就是永遠永遠的 這個 這個當然是 大家都知道 問題就是 你說 很近的 我真的 暫時看不到 有什麼 貨幣 可以有這麼大的升值空間 老實說是 都要看看 那就是 我覺得 有 有 有少少 就是隱憂的 就是 當然現在又印了 就是 又做了這麼多QE 但是 但是 做了這麼多QE 全世界都一直一直在印的 就是 美國當然是 引得最厲害 就是 如果以 跳聲的幅度來說 但是 其實 你全部都在印的 就是 上個星期 你也說過 譬如說 日本來說 其實他的負債來說 也是全世界最高的 雷總 你是否還有其他 散打的主題 可以分享 是啊 在這一節 我想 可能不是佔太多時間 或者我很快 留言一下 因為 有網友 上個星期看完之後 就有一個留言 就說 K.O.好像上個星期 不知道是說 什麼話題 就說到 匯豐 HSBC 然後 什麼匯豐叩頭 然後 有個網友就說 見到我的嘴 就扁了嘴 好像想哭 其實我 我完全沒有說想哭 扁嘴這個是一個 慣性動作 就是 你不像股評人一樣 一提到 我又不是阿清邪 所以我沒有 這樣的心結 老實說 不過 我其實很快想說說 就是 匯豐叩頭這件事 我覺得 就是 你 是一個 現實 其實任何一間公司 不要說 不只是公司 國家都是 或者這一節結束之後 可以留言一下 譬如說 德國 現在中美在這裏 角力來說 德國當然是一個 雙方都想要 拉近自己陣營的 一個重要的角色 但是德國其實都很 糾結 到底是站在哪裏 其實當然 老實說 你說真的 是不是真的 有這麼多的國家元首 是可以 很高尚 從這個 民主 民生 之類的角度去想 其實都是 很實在地 就是 經濟是先的 所以 或者我分享一張圖 就是這個 等一下 我先找一張 Post Disable 以為你好像 DISABLE了我 分享圖的功能 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嗎 好 等等 好快去 我看看 你們看不見到我這張圖 暫時 還未見到 還未見到 啊 見到了 不好意思 因為這張圖 可能比較細一點 我已經放到最大 其實這張圖是什麼呢? 就是 看看 好像是2001 還是2002 一直到去年 就是2019年 過去這十幾 差不多接近20年 匯豐集團 每一年的 pre-tax profit 就是稅前盈利 是由哪個地方提供的呢? 一個是地區或者國家的提供給匯豐當年的稅前盈利 你會見到呢 在2000年代初的時候 當時就 匯豐的所有的location 或者所有的business center 都是有一個正的貢獻的 就是全部都是有一個正的稅前盈利貢獻的 而在那時候 你看到香港就是一個深藍色 深藍色的部分就是香港 所以你看到其實 這麼多年來講 香港也是一個 相當重要的一個profit center 匯豐 但是在那段時間來講 匯豐還有其他地方 是跟香港 叫做 相約 或者甚至乎可能有些時候 比香港的稅前盈利貢獻更加大 比如說你看到歐洲 歐洲就是黃黃地色的部分 所以你看到呢 比如說2000年代 台灣的時候一直到金融海嘯 金融海嘯是2008年 大家還記得的話 那時候呢 就 這個 歐洲的 對匯豐的貢獻 甚至乎比香港是大的 所以那時候 匯豐你就可以 叫做 怎麼說呢 可以大聲一點說話 但是如果你看到去到最近 就是去年 前年 或者過去這兩三年來講的話 你看到 香港的盈利貢獻 是最大部分的盈利貢獻 相反來說的話 過去四年 歐洲 因為匯豐也是英國 對歐洲的一個大銀行 但是整體歐洲對匯豐的稅前盈利貢獻 是負數的 那就是說 香港對匯豐集團 到底是吃足還是吃飯呢 就非常重要 OK 沒有的 老實講 你一間公司管理層 你又要向股東交代 你又要發展業務 那麼 最大的盈利貢獻 那個地方來講的話 那個 就是米飯班主壓下來 你扣不扣頭 你跪不跪低 老實講 這些很現實的事情 老實講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 上個星期 貶嘴我不是說 因為 我拿了很多匯豐 就是肉赤 而是我覺得 事實上是這樣的 好 下次回來講 OK